有關查詢的話 最重要就是這個 兩個方法 一個叫做 Raw Query 一個叫做 Query 那都可以利用那個 Sq Sequel 去傳遞 那兩者最大的不一樣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用Raw Query的話 他後面可以下 Sequel 語法 後面加一個 No OK 就是 Select 所有的 欄位 From 哪個 Table 那他查完 因為查完之後 會回來給你東西 比如說裡面到底寫了什麼東西 他回來之後呢 你需要利用這個類別 Cursor 建一個Cursor的物件 去接他 接了之後的話 你才有辦法去針對 裡面的東西去做 做一些存取的動作 那他會回來給你東西 我們比如說可以放在那個List View 裡面啊 或什麼的 那這邊的話呢 比如說 Query 然後 然後可以下一些會有的紙句 這個當然 這個都是 用那個 Sequel 裡面去完成的 那另外的話呢 Cursor 裡面能做什麼 其實 Cursor 裡面 不外乎就是可以怎麼樣 其實反而 Cursor 有點像是 記憶體裡面的一個 Table 一個虛擬的一個 Table 那裡面當然可以 Move 可以移動 可以移動到哪一個位置 移動到第一筆 移動到 這個上一筆 下一筆 等等這個基本的啦 那另外呢 同學可能會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這個 Gate account 這個Gate account 比如說呢 像 你的比數超過多少 就不要再新增了 因為已經 有資料了 也許這個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 Cursor 你可以先查回來 然後看一下 這個 Cursor Gate account 它會 Return 給你一個 Int 的一個整數 告訴你說裡面的有幾筆 那你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然後等等的鎖引值 Gate int Gate stream 把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 Query 這個 Query 的話 就是那個 跟 Raw Query 最大 最大不一樣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那個 Raw Query 是下 Sequel 語法 那 Query 的話 是什麼 是給一個 Table 的名稱 差別 這上一篇有提過了 OK 大概 重點 往下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下一個範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 去新增幾筆記 類似像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範例的話 我把它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Raw 起來 Sequel Line 2 這個範例 那裡面的話 第一步 當我初始化的時候 我先篩四筆記錄 那這四筆記錄裡面的話 分別是 1 香蕉 多少錢 西瓜 多少錢 梨子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版型 所以 基本上呢 我們 MVC 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來看 那 第一個我需要建一個像這樣的 View 第二個我需要建第二個 View 什麼 View 就是 放給這個 有沒有 那個 List View 放資料的 第二個 View 所以會有兩個 View 那這兩個 View 的話前面有沒有講過啦 第一個是 Activity 打開來 那裡面的話 這個是舊的 把這個 Close 一下 看一下 第二個 這個 OK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也是需要有兩個 View 那這兩個 View 的話呢 分別是 把這個先展開一下 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 Resource Layout 裡面 那我們 第一個 View 基本上 裡面的架構 比較單純 我們大概簡單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上面呢 會有個編號的 這個 Text View 然後 讓使用者去輸入什麼 輸入一個關鍵字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就編號啦 如果他按下查詢 他會把那一筆記錄查出 另外配合一個查詢全部 OK 那底下的話會有一個 List View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 版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需要給什麼 給那個 我們兩筆 就是說那個 List View 裡面放兩個東西 所以我需要第二個 View 第二個 View的話呢 那是用那個 就是第二個 View 讓我們可以把這個需要的東西放上去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第一個 View 第二個 View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再來看就是說 我們的 V 先 界面部分先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 C 然後 再來就是我們的 M 最後資料再放 因為 先把畫面叫出來 程式也載入之後 再來看一下那個 Database 部分 我們把那個 就是 一個 Activity 畫面 然後再一個 View 這個 View 的話是決定那個 我們的清單怎麼放 那基本上會放兩個 兩個 Test View 上去 接下來的話就程式部分 程式部分的話就是 Main Activity 這個 Main Activity 裡面 到底能做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當它 Uncreate 之前 我們要先做一些準備 事項 裡面大概比較重要的就是 我們一定會有 Cursor OK 那這個 Cursor 主要剛剛講過啦 它就是 Database 裡面 放資料表 在記憶體裡面放資料表的一個東西 然後會有一個 Exception 如果資料不發生錯誤的話 它會跳出一個例外事件 告訴你有哪些錯誤 然後還有這個 SQL 9的 Database 這個最重要的 其他的話 還有一個 Adapter Sample Cursor Adapter 這個東西的話 等於是你東西放在 Cursor 裡面之後 要為給 List Service View 裡面的這個東西 最後一個 Toss 其他大概就是比較重要的 再來就宣告 畫面上有的 包含 List Service Button 有兩個 一個是 search 就查詢 一個是 Search All 查詢全部 然後呢 這個 AdTest 裡面是輸入哪一個 ID 讓使用者輸入 另外還有就是 宣告那個 SQL Lite Database 基本上我們名稱都用 Db 預設的 裡面的話是 Nu 裡面預設只是空的 因為它是一個物件 所以是 裡面是 Nu 再宣告一個什麼 宣告一個那個 Cursor 這個 Cursor 的話就是接 查詢之後的那個資料表 一個 Cursor OK 大概價格我想都差不多了 以後無論說 你設計一個資料 有資料庫的那個一個 App 的話 這些都必要的 前面好像也有做過 再來的話就是 SQL 語法 這個 SQL 語法就是什麼 Create Table 有沒有 特別注意 這個是我後來自己加的 書裡面沒這三個字 因為書裡面沒這三個字 所以如果你用書裡面 那個 那本書 那個什麼 那個那本 OK 應該記得 那本書 裡面沒有加這三個字 特別強調 如果你用的是書裡面的範例 就會有 第一次可以 第二次可能會掛掉 因為它沒有判斷 然後裡面的話呢 一樣產生一個 ID 它是一個 Integer 而且是一個 Primary Key 而且是自動帳號 然後再產生一個 name 名稱 產生一個 price 它是文字 它是整數 OK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是 我們的那個 Create Table 就是要 再初始化了 所以 將來如果說呢 你要在結束的時候 把裡面的 Table 刪掉 記得在 On Detroit 裡面就把它刪掉 再來就是什麼 我們連結 連結畫面上面 總共會有四個元件 包含就是 我們 AD Tester 兩個 Button 一個 List of View 再來的話 怎麼樣 就是 建立資料庫 但是 如果資料庫 已經存在的時候呢 則開啟 所以特別是我前面講過 Open Over Create 當然裡面有一個方法叫 Open Database 它沒有On OverCreate 所以如果你用Open Database 那可能就有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 那就它會自動產生 所以 OpenOverCreate Database 那名稱給它 權限給它 還有就是裡面要傳什麼東西 如果說 至於說這個方法裡面呢 到底用什麼樣傳什麼參數 其實在那個裡面呢 SQLite 它那個方法裡面都有相關規定 所以基本上 我們傳什麼東西 做什麼事情 OK 你會發現 基本上 這邊都有相關規定 有沒有 String 這邊是一個Name 然後什麼模式 這邊底下有講 存取的模式 還有你的Factory 如果你這個 這個叫什麼 Cursor的Factory 叫什麼 應該資料表的工廠 如果沒有資料表工廠就不用了 至於什麼叫資料表工廠 這邊有超連結 如果有興趣同學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部分 坦白講是 很少用 如果有興趣同學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沒有就給弄 所以呢 已經建立一個database 再來就是建立什麼 建立那個 所以它的流程一定是建立一個database 然後呢 再create table 這個table裡面的話 會有幾個欄位呢 1 2 3 對不對 id name 跟price 三個對不對 再來做什麼 執行SQL insert into 香蕉跟這個 進去 印射一行 印射兩行 印射三行 印射四行 OK 不過 剛剛同學有提到啦 其實這邊可以改成一行就搞定 有沒有 就是 多筆同時篩資料 所以這個馬上可以 試試看 也就是說 當然你 做四筆記錄啊 你要做 四行程式 但是你可以寫成一行 可是我也沒試過啦 你有興趣的東西自己試試看 因為不然的話 其實好像感覺都是我在debug 都是我在 其實 好像我自己想到 我自己想到 自己改一下 我想到改一下 所以最後變成老師功力特別強 學生功力特別弱 OK 所以 我覺得啦 應該倒過來才對 可能我提出一個需求 你們要把它做出來 所以這樣才是比較正規的啦 喔 那其實像我之前喔 有那個企業內訊 也是電子商務公司找我 他們其實找我的目的是啊 就是把所有 Interview的人 通通找來 只要合乎第一階段 大概六十幾個 他們要找 就是 寫那個 Java的工程師 全部先找來 叫我去做什麼 先給他們 講解需求 然後呢 講完之後 我們不是講sauce給他們喔 這個我不講 我是只有把那個畫面告訴他們 請作答 然後他們就要開始做了 對 然後作答完之後有沒有 有做出來的 第一階段就留下來 大概第一天我發現 大概一半的人 現在就是 第二天就沒有出現了 再來 第二天 第三天 就是我一直丟問題 丟問題 然後最後留下來 大概只剩三個人 那就再從事三個人 在 沒有他就是培訓 就是培 那三個人 真的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找人才是最正確的 其實我想過好像 大概類似像什麼 Google以前的 實習大叔那種 類似那種 影片裡面 就是 對就是有點像這樣的嘛 反正我不管 因為我也不知道 誰是 我要的人才 那經過這樣 一輪兩輪 所以我 我那時候的角色就是 我是都在丟問題 如果你這問題做出來了 那你就留下 如果你不能做出來 那你就白白了 就這樣子 那也是OK啦 因為我覺得 這樣你們 應該會比較 很積極的去 把媒體都處理完 我就覺得 你們現在比較 好像比較easy 很悠哉的 反正我比較 我比較不easy 反正我 OK 不過 導致沒關係啦 至少就是 你們 要慢慢的 但是我覺得 也不能把自己弄得 太緊張 但是也不要把自己 放得太鬆 那學習 OK 好 這個地方應該可以了解 流程啦 那不過 這邊因為 我沒有特別去判斷 因為如果 像同學說 老師你 怎麼會 一直有香蕉 一次就有香蕉 第二次又 為什麼 因為你產生一次 它會有香蕉了 第二次你再跑 uncreate 它又有香蕉 所以會一直有 重複的東西 一直重複 所以 你自己要去判斷 如果 什麼呢 已經有香蕉了 就不要再競爭了 就這樣OK了 怎麼做 想想看 很簡單嘛 Safe 所以就是你可以用query 你也可以用 roarquery 查一下有沒有這個東西在 有 就不要再增加了 大概類似像這樣 可以做出這種 OK 或者是說有香蕉了 現在就是猴子了 所以拿香蕉只能找到猴子 這個無關的 類似像這樣 判斷一下 最後的話就是 會get all 那這邊我是把它獨立出來 寫成一個什麼 get all 丟到cursor 那get all裡面呢 就是獨立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裡面 我們是把它寫在 底下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去抓所有資料 用roarquery 我是在這邊下語法 slate 所有的那個 就是 這個應該是 slate 我這邊的話有個別名的敘述 別名 這個地方的別名指的是什麼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slate出來的話 它這邊有一個 一點 香蕉 一點香蕉 可是我們進去的不是一個香蕉嗎 怎麼變一點香蕉 也就是我這邊可以設個別名 別名的話是id 加上它的名稱 所以這邊有個敘述叫做別名 取一個別名 在那個sicle裡面的這個別名的敘述是被允許的 OK 然後呢 price 這邊的話抓到說 return 把這個cursor給return回來 那我甚至我看過了 這邊是另外起一個 這個東西叫做類別方法 那我呼叫他之後 他就執行了 而且會有個return return什麼 return一個cursor 把這個cursor return回來 那我就接到 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那我剛才有講過了 你這個 這個是一個類別的方法 他有return 只是一個cursor 那我 看過很多 他把那個sicle 那個database 寫成一個類別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又要去那個類別裡面建一個物件 物件之後的話 再去存取它 存取它之後才要把它return 非常麻煩 所以 你們看到很多書裡面 他都把database這一段 包成另外一個類別 我是強烈不太建議 為什麼 因為會把程式變得非常複雜 後面還有 一個 第三個單元的 那個範例裡面 他就是把它包成獨立一個類別 可是 你們可以看一下程式 後來我是把它 再改回成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同一個類別裡面 而不是 又多一個類別 OK那這邊的話呢 裡面就是 取得資料之後 再update update adapter 就是說 把它塞到哪裡呢 塞到那個leadserville裡面 這個應該前面都有做過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裡面有東西出來 那當點擊的時候 我做什麼 把它toss了出來 toss了這邊好像有錯 可以把它改成toss了 這3000的話是long 所以 這邊打一個T 其實它就會自動跳出來 不過我發現這個Eclipse 經常會 變成全形 OK然後toss alone 這邊點兩下也可以 OK好 那 就可以跳出來 所以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點它 它會toss出來 然後如果輸入那個編號 假如輸入2的話 查詢 就會有 查詢全部 全部出來 OK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輸入一個5的話 會怎麼樣 查詢 沒有東西 查無詞比記錄 全部查出來 OK 那我是有把這個範例 重新再 做一個變化題 這個變化題的話呢 就是那個成語啦 就是把那個 查詢的這個範例 再另外多一個 就是說 查詢的功能 然後把它改成 所謂的 成語 同學也有 把它 做一個變化 只是說好像那個 我這邊有 整個有三段成語 裡面的話呢 Stream 這個是 call到StreamValue裡面 裡面總共有1000多個成語 當然呢 如果說你今天 可以改啦 如果你要 查別的東西 你要查的資料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只是說這邊會建一個 StreamValue 我是把它預設放在這邊 另外 同學有 問到 那我可不可以建一個 Db之後 把它直接call過去 這個我是沒有試過啦 不過也許可以試試看 看看哪 Db的檔案 對Db 但是你要先建一個 實際上可以問題是 系統有沒有卡你什麼東西 不讓你這麼做 對 所以這個就是要 要try啦 因為 我還沒有看到書裡面 有人這樣做啦 所以 安全性來幹嘛 他擋你這個 那你這招 所以 可以 試試看 如果有同學回去 但是 可以 如果要這樣子做的話 把你要的東西包成一個 C口 然後直接進去 跑來這裡 對啊 就是.db嘛 所以 你就包一個成語.db 然後當那個 你uncreate的時候 就把它從你的 一般 assess裡面資料夾可以放嘛 那你會放assess裡面 當uncreate的時候 從assess資料夾裡面 複製到哪個地方去 然後可以拉 如果你call db的話 我覺得直接db call overb 可能是最快 上空間內 所以我是用 String array 就是當 初始化的時候 再insert到db裡面去 不過當然各種方法 也許 食物上面的 當然也許你們將來在應用 可以有更多的 方式 不見得只一招 OK 但我想到了 也許可以從網路上撈 網路上 像之前我們有個 股市資料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怎麼樣 股市資料 撈下來之後 你可以塞到 那個sicle line裡面 然後呢 將來 再把它放到 list of view 因為我們之前是 直接從網路上撈 直接就放在list of view裡面 對 你也可以 先暫存到sicle line 不過這邊可能要多一個段 先把網路資料 塞到list of view裡面 再把它放到那個list of view清單 只是說怎麼做 我想 回去 這個可能 幾個同學 可以 試試看 OK 那我想 今天主要 就把這個 第二個範例 做完 所以 另外有一點就是說 OK